我突然覺得我會 我那個演戲的魔法 就是好像我 我會表演這件事情是 那個仙女哥的魔法 那個魔法突然消失了 我突然不知道怎麼表演 突然覺得自己不會演戲 而且我怎麼樣演 我連詞都講不好 最強烈業大賀高峰之後秒下坡 產生痴瘡鬼剃頭 最佳男配角獎 得獎的是 喔 哇 林赫軒 切曉金家的旅館 我以後會繼續加油 在表演這條路上 不會讓你們失望 最強烈業大賀 去年拿下台北電影節 最佳男配角 卻撞上得獎魔咒 我從去年開始就 去年年底開始就覺得 這個心情比較低落一點 得獎之後壓力更大 就當然會期待我 好可怕 如果沒有突破的話 那個獎的時候人生最高峰 因為突然高峰之後 就是要走下坡 所以我才搞自己鬼梯頭 你有鬼梯頭 有啊 現在 現在啊 在這裡啊 喔 你就圓圓 滿大的吧 真的耶 圓圓的 因為那時候是某一天 突然書畫的時候 髮型師發現 那他說他其實在 跟我講的幾天前就發現了 可是因為他越來越大 他只好跟我講 他原本不想跟我講 他說這種事情就是 不要講最好 就是心情放鬆 他就會慢慢好 所以你還有其他 勝利反應可以 days 痘痘 失眠 痘痘 所以陳 Ashe你有找過時裝嗎 嗰致腫的叱逻嗎 內致跑出來還不行啊 你這樣靜 invitation會很緊張 有啦 他會緊張 但是 它有盡力 我去看一些心靈 諮商 因為 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講的 因為我開始覺得我影響工作了 我情緒直接性的影響工作 我突然覺得我會 我那個演戲的魔法 就是好像我 我會表演這件事情是 那個仙女哥的魔法 那個魔法突然消失 我的那個低潮情緒影響我的 表演 然後我的工作了嘛 那我工作表現不好 又再回過頭來影響我的情緒 它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那個時候讓我壓力大都是 這就是這樣來的 我就覺得我好像需要去看一些心理諮商 然後把那個惡性循環給中斷 所以你有去看嗎 嗯 那有得到正常的排解或數嗎 有來是因為我覺得太貴了 哈哈哈哈 太貴了啦 那我要嘴硬一直 這個諮商但是蠻傷的 因為我還有些房租要付 我不能再把這個金錢的壓力 再轉加到那種情緒會更多 所以你說你最近愛上麻將 是因為你可以覺得可以輸壓嗎 對 可是你輸錢就是有一個惡性循環 但是 呃 因為我在中間會獲得一些 我覺得壓力有排解的過程 那我覺得那些錢花的值得 你覺得打麻將是一個心理諮商 嗯 就是聊天這樣子 聊天啊 然後有人陪啊 那要有伴 嗯 那你想要另外一伴嗎 沒有 所以就是 才會這樣子啊 天啊 真的覺得今天很適落耶 那你只有心理諮商耶 我們可以私下聊更多啊 對我們打麻將 我喝了一點酒會講更多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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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